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大家欢迎收看七谷账 我是黄培硕 特别大盘呢 今天呢 因为昨天 昨天的一个NVIDIA财报呢 超乎预期的一个好 可是那个是盘后才公布 盘后才公布 那当然盘后当然电子盘是大涨 那今天正式开盘呢 才会订输赢 因为你盘后大涨的话 未必说今天的收盘 现在目前当然已经 盘后已经找500块以上了嘛 可是呢未必说收盘 能够真的是收到500块以上 还是特别留意到说 会不会说整个的开口走低呢 然后收最低 是一个利多 那当然这个财报呢 相当出乎预期的好 那昨天呢 美股NASDA本来就提前反应 那当然不只NASDA 昨天NASDA其实涨幅还好 盘后又大涨 那主要今天大盘涨 当然台积电的 台积电的大涨 台积电的大涨 好 那这个地方 特别现在这个地方 这一段本来 我们前几天就跟你说 它已经确定跌完了嘛 果然讲完它马上大涨两天 好 之前都不涨 有没有 我说那个结构完整以后呢 西波也确定结束 那结束呢 它进入一个反弹震荡嘛 对不对 那今天谈 已经这样连续大涨两天 好 那今天就更关键了 如果这个反弹震荡的结构 我说这个会影响接下来 中长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是重点中的重点 好 那刚好又来今天晚上的 NVIDIA的一个走势呢 那更是重要 那更是重要 我说如果啦 因为很重要很大的一批 因为这个量真的太大 整个市场全部 那个选择权的一个资金呢 几乎六成以上都集中在NVIDIA 这一档个股身上 而且很多是这个礼拜五到期的 那个旅约价500块以上的 500块的 那个如果说脱离500块太多的话 那等于是 因为这些都造势者 都是美国的大型券商啦 你说一般的投资人 要去做卖方的 其实几乎是微乎其微 不多不多 那都是大型的券商 那这大型的券商 等于是如果说它脱离500块太多 等于它这次又要倒装了 我这边是要提醒你说 其实大型券商 倒装的情况并不常见 当然也有说 哎呀 蚂蚁班大象呢 成功的案例啦 不多啦 好不多 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 两年前有发生过一次嘛 那时候是TESTA 好 TESTA 等于可是你要注意到 TESTA你看你也不知道 TESTA在大涨的时候 都是它业绩很不好的时候 三年前建历史高点 有没有 两千多块钱 那个是整个财报都很差的时候 它是一直在创新高 好 当然那一次导装完之后 它一样哇 它还是有在创考 没有问题还有一小段 可是你看后来开始 接下来实物开始已经慢慢 那个整个都之前的一个题材 一个展望都慢慢化成实际的数字 每一季每一季的财报公布出来 也都确实一直在成长 可是反而股价是一路的 这样慢慢拉回来修正 财报是一路在成长 然后股价是一路在修正 TESTA 之前在大涨的时候 三年前在大涨 那个是其实财报是差得不得了 那你当然现在对非达非常有信心 哇 那整个财报可能成线性的成长 这一次下一季预期160 再下一季可能以线性成长 可能有190再200多 200多 300多 哇 那一路在成长 没有问题 等过这些东西 因为它美股的一个本益比 本来就超乎预期的高 那你说实物的数字出来的话 只是把本益比拉成合理的状态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部分 AI的这个部分 它接下来的对整个电子产业的一个应用 当然是 我说见仁见智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实验的一个光景 这个我认为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重点是你股价在走的话 不是说因为它整个业绩很好 就一路的涨了 涨多拉回 那有时候一修正也是不得了 你还是受不了 所以还是要技术面来操作 整个产业面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可能一天到晚涨 不可能一天到晚涨 那今天是关键 特别我说这个还是一样 昨天也跟你谈到说 回答那个整个财务 还是会影响大盘 影响很大 会影响很大 那影响大盘以后呢 会影响AI 到底能不能直接攻 因为AI长了一段 然后也拉回休息一段时间 其实目前 以比较代表性的3231的伪创 到现在也还没有说实际的表态攻出去 他建高点 我说今天抓这一段 有小的12345坡 这个完整结构 他一拉回来 第一次拉回来 8月4号 我说那短线绝对是买点 因为他会急涨 急涨了两三根 有没有 到了13级以后 又开始就黏住 然后就黏下来了 就黏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今天本来有创这个反弹的高 现在来135.5 之前高点是134.5 还差一块钱 有过 结果一过呢 他拉得很深 这来回这个十几% 整个杀了十几% K棒又丑丑的 有没有 那我说你看 这一组结束 你这个一个小A波拉回来 如果说他这个V波是一个横台四难 其实你要评估 接下来可能这个C波 它是要先往下 它是要先往下才上 这个先上再下 还是先下再上 这个一来一回差很多 你看这个A波下来就是50块钱 这A波下来是50块钱 这个整理震荡 如果从高点再下来50块等 大概在这个距离 你再抓一下 等幅测距离来到这里 就算如果说真的来到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爪丸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它多头结构有没有破坏 它整个长线是这样 它多头结构有没有破坏 其实这整个上去都还是明明明明 其实还没有一个真正拉维修症 这一波才有嘛 这一波嘛 这一波 这一波是不是在7月25号建高点 161.5 我们当天跟你谈 我说它要进行一个 一波式的一个拉维修症 不是只有当天的洗盘 一洗洗了50块钱下来嘛 有没有 一洗洗了50块钱 最后来到107.5啊 50几块 107.5 好那不管 不管了 110107的都一样 这大概就50几块 那你这个一洗盘下来 你这个 我说它你看 如果一个A波 然后恒台式的B波 你还有一个小西波下来 三段式的整理 那你这个整理 假设我们来到这附近好了 你这个西波来到这附近 你去想嘛 那整个结构有没有破坏 也还没有破坏它的多头架构 也还没有破坏它的多头架构 对不对 所以是买点的问题 它长线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也认同没有问题 可是不是拼着眼镜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就会赚钱 没有那回事情 你今天相信这一堆 应该一堆人可能受不了去追了 32万张啊 今天的量 刚开始开完可能不敢追 一拉回想说赶快进场 不然上去了 有没有 结果没有啊 头部有这些有32万张啊 谁在提供筹码 谁在提供筹码 尤其是今天这个整个是 氛围是相当的一个怎么样 气盛 这不买不行啦 那NVIDIA的一个怎么 这财报吓得吓死得不得了的好 有没有 同样可是事实上 头部事实上股价不会骗人嘛 实际上是这样嘛 是开高走地 然后震荡车收了 而且还震荡得很大 一个大肠黑鸡棒 头部这是一个大肠黑鸡棒 有没有 那好 当然这是单一个股伪创 那广达也不遑多人 282还创之前的高点 之前高点有个280.5 这一下也是10% 也是10% 头部也是10% 那这个282 又过了这个之前的280.5 然后这边的话271 这两次过 这次过 又下 这次又过 然后下 这两次过 你看是不是 我说这一组结束以后 他有一个修整 是不是能够马上推另外一段 还是说他还需要整理 因为这整理 这已经被人了 如果还要再整理 这整理自己穿头了 280.5 282 这边271 穿头你等下又有破底下 这边是 206 这最近也是206 等下又破底下才走 这个就如同什么 大盘 大盘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说 有没有 这本来1736 这两次是不是都有穿头 17401 17463 这两次是不是都有穿头 我说他结构还是像低波 他一下来吸波就破底了 这个跟广达的结构就几乎有没有 那两次都过高 这两次过高 可是他还是一个V破的结构而已 V穿头你下来破底破这个底 广达 这两次也都过穿头 280.5 282今天 这边271 也是都穿头 穿头你小心他下来破底 他如果真的下来破底 他多头结构破坏了吗 没有嘛 这个一下来破底的话 可能整个你看那些军性的 哇不得了全部往下弯了 我说形态比较重要 这整个只是针对这一段做修正一个 然后V穿头C破底 多头结构一样 没有改变 可是这个一来一回啊 就决定你是赢家输家的最关键了 你买在这个地方输进大输家 如果他真的就下来 这边的话 你买在这个地方 你这里只是在砍而已 你不敢再买了 可是这个地方你买点才是最重要 然后上去的话 那不得了 赚大钱 那个才是波段的买点嘛 那你如果买在这个地方 你又忍住忍住忍住 这边真的是没杀到忍住 他上去你肯定 一解套就卖嘛 就等解套坡而已嘛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地方 那今天啦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NBA 我说 庄家 尤其是美国的大型券商 其实导装的情况并不常见啦 我说两年前那次TESTA 那个蚂蚁扳大象有成功 那个当天啊 差不多一天 因为有时候旅约价比较近 旅约价比较近了 它的什么幅度就很大 那一天呢 TESTA的买全呢 一天涨了23倍 也不是23% 讲今天 听清楚是23倍 股票 股票选择全 一天 当然那个已经很贴近 就当天嘛 就当天你跑到家内来 然后从很低 然后一拉拉上去 就当然就涨了很 倍数就涨很高嘛 那我说这一次 NVIDIA很近了 礼拜五 礼拜五要结算的那一批 那个旅约价 那个量也真的很大 比上市的那个TESTA 那个量还大 所有的一个 整个投资市场的焦点 全部聚焦在这一档 NVIDIA上面 那这些造势者一样 我一直强调 这些造势者都还是 美国的大型券商 那会不会这一次有导装 这个导装是不得了喔 如果他100块 真的有效拉出去的话 那个可能会拉一大段 很大段喔 为什么 因为那个导装的话 你可能他的那个 部位就不足了 哇不得了啊 你不强补不行啊 人家要履约喔 一定要强补 强补你要在市场买 越买越高越买越高 可是他在之前 他会想办法让他hold住 hold得住hold不住是重点 等不过这个hold得住hold不住 是重点 hold住了就没有 你懂的是吗 所以今晚他现在电子盘 已经超过500了 收盘能不能 那重点是明天能不能 能不能持续 那如果开高震荡往下走低 那可能就说最低 那明天就这样混过去 这一批的选择权就结算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运作 你要考量的是也比较多 多方面的 你要全方位的考量 全方位的考量 不是说闭着眼睛说 反正他就是会涨 然后财报公布出来 就是大好就是要大涨 好没那么简单 都没那么简单 好那整个结构 现在这个结构 来大盘这个结构 这如我们预期 我说这个三段的A 三段的B 五段的C 这个C前几天也跟你讲结束 这个都有迹可循 然后我们讲 7月30下这边最后一段 15 420上海推 这个结束 1月35大波 三段的A 三段的B 这个C波要走五段 走五段嘛 日线也是 小日线也是一样 走五段 从17 425下来 8月4要走三段 他反弹 反弹以后还是一样走第五段 好第五段 他沿着一个轨道一路往下推 往下推的话 你要破本身的轨道 有没有 那第五段才会结束 完了之后 要整个整个要破这个轨道 8月22号 前天啊 前天突破 那这个就 这一段C波就结束 结束以后你看 他开始这样让整理反弹 其实这之前突破 我也说他也不会急涨 他会先横台带过去突破 突破完以后 你看他确定结束就开始 昨天就开始涨了 有没有 今天又涨了比较多 好那今天涨到这个地方 还是重点 可不过今天涨到这个地方 初步反弹 其实他满足区 已经进到满足区了 怎么看 这个从17425下来 最高点 12345波 这个C波结束 12345波 12345波的话 C波结束 他反弹回来 今天来到16798 16798 他有没有进来这个次约上去 有这个你看他1234 他这个是16715到171027 从这里 从这里撒下来 有没有这1234 这次约上去在这一区 他其实已经进来这个满足区 也就是说初步反弹的满足区已经到了 好 我说他反弹或是他结构 你就是有三个评估的一个 你算他的一个幅度 第二个 参考前一波的次约上去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他本身的一个什么结构 好那你看 他反弹的结构 他现在反弹多少自己去算 对不对 好 那也参考到前一波的一个次约上去 在这一区 有来了 来进来了 好进来不是未必 进来在这一区都 他范围还算大 这边有三百一点 好 那进来这边16798 再来到看他本身 他本身的一个结构 就如同我们之前 在抓这一段的一个下跌段 有没有 在抓这一段下跌段 我们是不是这样抓 你本身 他本身这个下跌段 他本身这个拉回来看多少 幅度多少 然后他本身1235波 是完整结构嘛 这都确认嘛 一样 他现在弹回来 你这个弹回来 大概一个小A小B 这个小C 小C他现在来167 这个仔细看这个细微的脉动 他本身的结构 如果说再一个高点 其实会更漂亮 再一个小高点会更漂亮 其实再一个高点 还是在这一区里面 如果说再一个小高点 那这个高点 是不是有时候 在这个地方出现 或是说他在 美股就是今晚的 那个我们有现在 盘后盘交易嘛 还是在盘后盘交易 这个很重要 好 因为如果说 NVIDIA他这样 开盘不错 500多 现在电子盘看起来也很漂亮 对不对 结果呢 撑不住了 整个开高走低收最低 那电子盘就反映了 就直接下来了 可是在当下 电子盘应该会有一个高点 比如说162798 还过一点点 所以如果过一点点 它本身的结构 就会出现这个反弹 这一只AB 对不对 小C的话就有出现一个小的 12345 现在三段 那如果再一个小五段 那更漂亮 好 这个是整个就是说 好 假设说他已经反弹 他告一个段落 那你还是要再来 回来测试一次嘛 对不对 你说 我说这个结束 这个C波结束 那他初步反弹 反弹还是要震荡嘛 所以 我说他还是会进入一个 先震荡比较重 先震荡 震荡 好 那这个震荡 你看到AI今天震荡就够大了 好 那这整个 我说AI它能不能再攻另外一段 重点是什么 我说会联动大盘 会联动大盘 相当的重要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 AI的一个每档个股的一个结构位阶 头部这个我们追踪很久了 追踪很久 来 大家看 我说最不一样的就是2357的华硕 因为它是落后补涨的 它的结构跟其他都不太一样 它结构都不太一样 有没有 之前第一次跟你谈到华硕是7月27号 7月27号的华硕 我说这边有一组出生段 然后一个整理 这边推出去一个组生段 组生段 你不要追最高 它有拉回 那些拉回反正350几就是买点 一拉回 拉回的话你要占买方 占买方怎么样 你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你这个拉回有没有 那时候跟你讲 拉回 那个拉回 27我们拉回去买359 它很快 快要拉到隔天就388 几乎工长点 那399我们会高出一次 高出一次它变这样 有没有 我说这一组出去 你这个一拉回你要占买方 它很快出去 你看又39又回 那它这个政党 我说你这么一拉回 进可攻退可守 就是买了以后 它如果很快出去过高推出去 就是这一组持续扩延 同一组买动 那它如果整理很久 那你一样 它只是在这一区来来回回 没有关系 高出低进高出低进 它这一组完还没结束 有没有 你这一组完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在这里 你这一组一二 你这个三就在结束 它那边整理来来回回 还有一个五 对不对 然后整理整理四 还有一个五 所以这个一拉回 你都买都怎么样 进可攻退可守 有没有 所以你这个一拉每次你看 它最低就在三百五几而已 就那边横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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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以后你看 这个地方每次在这附近都是买点 你814号拉回来那个也是 你这买的话 它你很快 今天昨天到418 今天又再创高 今天来到438 这两股票的结构跟其他 是不太一样的 2357的华硕 那你看一下它的结构 是不是如果我们之前跟你预期 因为前面有一段推动 这个不管它 推出来1 然后整理2 你这个3 如果这个3 然后我说一拉回赶快买它 很快出去就是第三波再扩尾 3-1 3-2 3-3 3-4-5 它整理这样就没有扩尾 没有扩尾没关系 你这个3结束拉回来4 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我说高处低限高处低限 完还是往上 有没有 那就算3 然后4 然后就5 你懂意思吗 接下来438 好 那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比较简单 2357的华硕结构是比较简单 你看其实它今天 它昨天就率先创高了 它昨天就率先创高 今天又持续创高 但它的结构跟 就比那个伪创 比广达强多了 有没有 这都拉下来很多 有没有 就强多了嘛 对不对 这个是2357的华硕 有没有 就强多了 因为AI相关主义不是只有伪创 之前大家讲说伪创就是好像 因为它首先带头抽出来 领航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因为这个 它AI的接下来的一些供应链 肯定 好 初期可能这些供应链 它早晚都会散开来 早晚都会散开来 懂得什么 做生意就是这样 因为它不是高门独气 它不像NVIDIA那个GPU就只有它 对不对 就只有它吧 其他的它不是 那些相关供应链 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 红海也可以做 对不对 广达也可以做 华硕也可以做 韦创也可以做 韦创也可以做 懂意思吗 它并不是故行独气 所以现在当然说 韦创战先机 先把拿的这些订单 以后可能它的 对它的贡献度最高 将来未必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AI相关族群 不是说你之前想的就那些 那之前因为韦创的话 因为它之前起掌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追踪它 可是你看相对最近起来 它就反而相对就比较弱势 好 比较弱势 它供应链随时都会改 因为它 我讲这 那不是高门独气的 那不是你发明的 你听不懂 那不是你发明的 你是代工而已 组装而已 这红海不会出伪创 对不对 这组装代工这些能力 红海不会出伪创 你懂的是吗 是这样的架口 来 那这华硕又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这是伪创 你看吧 我说像这种7月18 这伪创这个结构都没走完 145拉回这个绝对会过 那你拉回就要占买方 7月18我说 有8档都是拉回占买方 7月25就不要了 这个就结构完整 它会有一个波式的拉回 可是8月4号一定是短线买点 对不对 这种你要买 这种110我们会去买它 这买得很漂亮 8月4号 那买完它上去 很快上去冲到134.5 我们也把它出得很漂亮 把它这个出得很漂亮 这出外出附近就出得很漂亮 完了很快就跌到107.5 好 那到现在就还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都还在 那我强调重点 这个都马后炮了 都过去了不用 重点是如果一直黏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小心 这个A波B波式的横台 就要小心那个C波 它是先往下 我主要跟你要分析 是分析这个重点 是要先往下 因为它整理是这样 A波横台式的B波 那个C波下来是 是先往下 不是先往上 我一讲到先往下再上 跟先上再下 那一来回差很多 你如果一直看好 对不对 它先下来这一段 你就完蛋了 先完蛋了 你这个就中不到了 这直接上跟先下再上 那一来回差多了 可不过那个差多了 来这一次 好 做尾桩 那广达也是 广达7月18也是拉回 你193下站买房 它冲出去266点 你不要嘴 那跟271是同一个 同一个 五波它拉回整波 206这短线 8月4号是买点 它很快冲到280.5 280.5 我说这个真的是 要出去过高了 另一段要走了 对吧 结果它又拉回 拉回今天还是在282 可是它又下很神 这个我刚刚说了 会不会跟大盘一样 两次都过高 结果反而只是V波反弹 然后穿头破底 2386广达 这每档每档的结构 你要把它厘清 那直接讲 2368已经在走第五波 对不对 即向电 从这91.5上 已经在走第五波 2376还没走 2301还没走 这个我们每档 都是在跟你持续追踪 这些结构你要厘清 一档一档可以来什么 好 来 射点位来操作 不同的 结构位接都不同 好 我说一样 各股大盘都一样 接下来格局要稍微拉大了 把那拉大 格局拉大 只有初次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 远大的宏图 你认同理念的跟上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怀疑 投资是一门重要学问 一套功夫练足 才能无往不利 远大草堂 远大草堡 王老师 168专案升级 送进化波浪 战法加VCD 再加码第二件半价 一个不打 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古市常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车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我说这个ABC坡整理结束 这个C坡也结束 接下来我说 针对C坡的一个反弹 震荡整理那个结构 它会影响接下来的中期的 最长远的一个重要 重点中的重点的方向 那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务必务必怎么样 跟上讯息来 那我说只有出车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 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操盘顺利 请不吝啬 请不吝啬 投资是一门重要学问 一套功夫练足才能无往不利 运达投顾王老师 也有发专业升级 送进化波浪转法加VCD 才插码第二件半价 迪克布达02 27810919 27810909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3日